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 警察上门却碰了钉子 你配合一下 我完全要落手机给我 一个要拿 你的电话是不好的 一个不给 不是 我是配合 你现在电话我没带着 手机里不可告人的命令 终于被警察挖住 环岛离心力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2018年1月 一个深夜 辽宁锦州 一辆北京牌照的越野车 撞上了公路环岛的荡墙 车上是一对夫妻 丈夫驾车受了重伤 妻子当场死亡 这个驾驶人是在有意控制车辆 故意撞击固定路 来故意造成这些事故 事故中的夫妻购买了30份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妻子如因交通意外死亡 丈夫竟能获赔现金2900多万 事件报告显示 妻子颜坤的体内有大量 致人昏迷的药物 绿弹瓶 这说明 车祸发生前 他就已经不省人事 失去了避险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警方怀疑 丈夫周进 涉嫌故意杀人和保险诈骗 警察下决心 以面对一个刑事犯罪嫌疑人的态度 去面对周进 是在2019年10月 周进已经从医院回到了家里 警察走进周家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警察冲进去 将犯罪嫌疑人控制的那个样子 而警察也没有想到 这次对周进的行动竟然会找到那么关键的东西 案件发生在2018年的1月27日 对嫌疑人周进的抓捕却是在2019年的10月 之所以时隔一年零九个月才将嫌疑人归案 是因为在车祸中 嫌疑人周进受伤严重 肠子断了 双腿骨折 前后做了十次手术 还一度转院至北京治疗 终于他恢复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让他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 车祸受伤之后 一直是母亲和哥哥照料周进的生活 得知来的是警察还要把儿子带走 母亲看着周进穿上衣服 还帮他把袜子也穿好 这段视频是警察在现场拍摄的 对于警察的行动 周进的母亲并无多言 只是一直在小声念叨着什么 正在侦办的案件需要保密 警察没有向周进的母亲透露来意 只是宽慰他不用太担心 警察对周进还是客气的 去之前还电话通知了他 一进屋警察就让周进把手机拿出来 没想到这个时候出了差距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当会去重新看一下 你手机在哪呢 手机啊 手机 那个我坐在那谁 那个我那个 我那个那啥 我外上哪 他给拿着 要带走犯罪嫌疑人 警方也必须扣押其相关物品 特别是手机 如今手机跟人的紧密关系 已经无需多言 但是警察一说到手机 周进就变得很敏感 此前对于周进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而这次警察上门 目的明确就是要把周进带走 警察一再让周进交出手机 周进却一口咬定 手机没在家里 被人拿走了 警察之所以让周进交出手机 是因为警察确信 周进的手机当时就在他的家里 你说的东西有点合情合理行不行 我十分钟前给你打个电话 不是 我知道你说这个意思 但你说现在就是说 穿上衣服的周进完全看不出 三年前的车祸对他造成了什么伤害 他脚下是一双 实际流行的彩色底的休闲鞋 这个51岁的人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稍大 警察对周进的手机志在必得 还说带来了搜查证 但是警察并没有动手 毕竟周进80多岁的老母亲 当时在场 我现在要扣扬你的手机 我现在我说的 我跟您解释的够清楚 我的意思是 我先看看您有没有这个权利 我有这个权利 你可以给那个杨律师打电话 你问问公安机关有没有这个权利 行行行 你也有律师对吧 你也找律师了 你可以咨询你的律师 是那我得 对吧 您得给我个时间 我得去问一下 咨询 咨询我 我也要 周进百般阻挠 警察并非没有办法 警察用自己的电话 给周进的律师打了过去 周进有事要咨询你一下 我们现在公安机关 要扣押他的手机 他不拿出来 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 扣押他的手机 都是 都是咱都认识 说白了 你跟他说一声吧 你好 在律师劝说之后 周进最终交出了手机 什么 把手机给我 是 你有这个权利 有钱 我有这个权利 此前 他一直说手机 没在家里 其实 是被他塞在了床垫底下 这个就把人 没什么 你们害怕 没有 我们上医书 我认识完了 别打贵 周进越不想给 警察就越想拿到 因为周进的反应 太过强烈 说明这手机里 一定有问题 那么他的手机里 到底有什么呢 打开周进的手机 里面有股票交易记录 有催缴保险费的短信 竟然还有诈骗 名词解释的截图 其中 一条微信转账记录 吸引了警察的视线 最后发现周进曾经 在一个情趣小妞 ID的 给他转了530块钱 记录显示 2017年10月16日 下午5点01分 周进给一个叫 情趣小妞的人 从微信上 转了530元钱 警察翻看了 这个情趣小妞 发布的朋友圈 是一个卖所谓 情趣用品的微商 作为他这个年龄的来讲 买情趣用品 就是一个 比较让人注意的事 2017年10月16日 下午4点15分 这个情趣小妞 在朋友圈 发布了一条信息 上面写着 比第三座轮 大批量批发走货 比普通安眠药 强30到50倍 可以和任何饮料 饮品相容 察觉不出 有无药品在饮品中 能在10到30分钟 令人快速昏睡 效果在3到7个小时左右 此消息还配了三张照片 朋友圈的内容就是 强效米药三座轮 比如说在夜馋 就是说可以给女孩服用 女孩上市意识 可以达到某些 不可告人的目的 就这种广告 三座轮我们从网上查 是一个国家列为 毒品管控的一个药 它有强效的安眠作用 并且能让人服药以后 记不清服药之后的所有事 甚至可能服药前的 一小段时间也记不清 在情趣小妞发布 售卖三座轮这条信息 仅45分钟之后 周进就给他转了 530元钱 这钱会是用来购买 三座轮的吗 我们当时找周进问了 周进说是 我买了药 我买了药 我说你买了药干嘛 他说 那我买了药 我妈那个老太太 睡眠不好 那个我们 我给老太太买 她那个 她吃完有入睡眠的 我说你这个 你这个 你编这个东西吧 太牵强了 因为周进的亲节 就是在医院工作的 在附属医院工作的 你老太太 你母亲身体不好 你完全可以买安眠药 或者是其他药 你在网上给她 买迷药给老太太吃 买三座轮 而且你看的广告 什么广告 你看不出来吗 周进的说法并不可信 而此前 对于绿蛋瓶 也就是导致周进妻子 昏迷的药物的调查 始终也没有头绪 既然三座轮和绿蛋瓶 药效相似 那么周进买三座轮 跟致使他妻子 颜坤昏迷的绿蛋瓶 之间会不会有某种联系呢 所以说我们针对 这个情绪小妞这个人 我们就去当地的 网店部门落地核查 查到了这个人的身体 身份 警察终于找到了 情绪小妞 她是个男人 她说她并不卖药 只是个中间商 负责发布广告 有人要买药 她就把购买人的信息 发给上家 她从中抽成 然后我们就继续追她 情绪小妞 所有付款技术 找到了一个叫 魏 魏 是我们分析是一个 当时分析 到插着应该就是 到头了 警察找到了情绪小妞 的上家之一 魏某 这是一个在佛山生活的人 一查 这个魏某 也不卖药 也是个中间商 不过 魏某向警方提供了 一个重要信息 但是他跟我提供了 一个非常有利的信息 是说 我曾经有一个上家 他说他被 南京市 公安机关给打掉了 而且当时是 以卖 假冒伪劣药品 这个罪名给打掉了 魏某提供的 这个信息让警方 有了下一个落足之处 我们就怀疑 是不是有人当 把三座轮 当绿蛋瓶 就绿蛋瓶当三座轮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三座轮是一个 当按照毒品管制的药 管理更加严格 绿蛋瓶在 普通的药店 可能还有卖 当时有那个新闻 新闻是南京 南京警察打掉一起 那个团伙 这个当时 我当时看到几个字 我就是当时心的 就是无法表达我心情 当这个团伙 用绿蛋瓶 冒充三座轮 销售 然后被我们警方 打掉一个 相关的一个报道 当时我看到这 我现在就是感觉 就是见亮 警方脑洞大开 现实中竟然真的存在 南京的新闻中 绿蛋瓶 假冒三座轮的案件 跟魏某所说的 判刑的上家 那是不是一回事呢 然后我们就跑到南京 到南京的法院 调取这个 当时的安全信息 在南京 锦州警方查到了 新闻里提到的 甲阳案主犯 这个侯某 正是那个魏某的上家 不过当时 他已经刑满释放 回到了老家四川 宜宾的平山县 到了平山县以后 找了当地的派出所 派出所告我们 这个户籍地 在一个大山里边 当时走了一个多小时 才到台阳 才把这个人找了 然后我们给他 叫到了外面的村委会 在村委会协助下 村委会连个凳子都没有 也就连个桌子都没有 我们只能找个凳子 在凳子上发挤 就行 画面的正上方 蹲在凳子边上 穿枣红色外衣的人 就是侯某 侯某向警察承认 他当初卖的 的确不是三座轮 而是绿弹瓶 正因如此 2019年的医院 他被南京市秦淮区 人民法院 以销售假药罪 判刑一年六个月 当时对这个打击之后 当时从现场 收出了大量的 三座轮药品 还有里边的药 药收完之后 对这个药 人家警察当时 对这些药做扣押 提取鉴定 找专门的鉴定机构 鉴定证明这个成分 不是三座轮 就是绿弹瓶 这个整个的鉴定报告 扣押的法律文书都有 非常全 我们把这全掉过来了 不过侯某已经记不清楚 自己有没有卖三座轮 给周近了 幸运的是 侯某向外发货 一直通过当地镇上 唯一的一家快递公司 而这家公司仍在 从快递公司找到的信息显示 周近确实从四川侯某的手里 买过三座轮 而侯某则用相对廉价 更容易弄到的绿弹瓶 冒充了三座轮给了周近 周近的收货地址 是辽宁锦州 周近的母亲家 电话号码是周近母亲本人的 发货日期是2017年10月17日 正是周近从微信上 给情趣小牛打款的第二天 签收日期是2017年10月23日 至此警方终于把 严坤体内绿弹瓶的来源找到了 为什么说这个药物 是唯一的一个实质性证据 也是案件的突破口呢 因为这是真正存在的一个东西 周近供述了 我们按你说的把这东西取到了 你还怎么说 你一方改口你都改不了了 正是周近购买三座轮的行为 让警方掌握了最关键的证据 周近当时从侯某那里买到的 根本不是三座轮 而是绿弹瓶 只是这其中的猫腻 周近并不知道 而这却坐实了 严坤体内的绿弹瓶 跟周近直接的关系 周近不肯交出手机 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找到了绿弹瓶的来源 就是找到了证据链上 最为关键的一环 周近作案之处心几率 一时间甚至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 这竟然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办案警察很快就会意外地发现 另一起车毁人亡 差点就成了事实 在严坤姐姐的印象中 妹妹和妹夫之前就出过一次车祸 那是2017年 也是在锦州 严坤的癫痫病 是他们一家人难以言说的苦楚 尤其是严坤的母亲 每每说起来都是很心疼的 因为生病的原因 严坤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爱 在婚姻里 周近对他也是百依百顺 尤其是2017年那次车祸中 周近护得严坤周全 严坤只是眼角有点欲轻 这让严坤的家人很是感激 我希望就是他们 看着他们俩这样 我就觉得心里他挺满意的了 当初周近在北京 一心打拼事业 作为外地人 他没有北京户口 严坤的父母并没有介意 还卖了他们在北京 东三环的老房子 给严坤和周近 在天通院 换了一趟 178平米的大房子 因为严坤的癫痫病 母亲从来不让他动火 经常自己跑到天通院 去做饭给他们吃 我妈我爸给他们做饭 规则什么的都给他们弄 然后星期六星天 有时候他要不上我妈那边去 我妈就得上他们家那边去 给他买菜呀 做饭什么的 因为我妹也不会做饭 严坤的父母 其实不图女婿 大富大贵 只求他对自己的女儿好 看着他们俩生活幸福美满 严坤的一家人对周近 再没有任何的挑剔 不过提到2017年那起车祸 其中的一个细节 严坤的母亲印象很深 这非同寻常的细节 在严坤母亲的心里紧紧一闪而过 如果不是警方再提起 严坤的家人也没想到其中的官僵 而在警方的调查中 早在2017年的年底 严坤其实已经在鬼门关走过一遭了 滨海路 顾名思义是一条沿着海边修建的公路 锦州是辽宁省西部的中心城市 辽宁省重要的工业港口城市 锦州南临渤海 海岸线绵延一百多公里 滨海路是当地的一条景观大道 沿途海岸的围景尽收眼底 一路开过去就是 著名的风景区比加山了 风景宜人的滨海路 在锦州的地理位置又是怎样的呢 从地图上直观的可以看到 它远离市区 要比殡仪馆附近的那个环岛 离市区更远 甚至比设在市郊的机场更为偏僻 周静和严坤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现在回头再看 一切都不用再解释了 当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 应该是晚上11点多了 穿到电线杆上了 交警案卷里是这样写的 2017年底的那个午夜 周静驾车 严坤坐副驾驶 车子撞上了路灯 周静没有喝酒 交警认定周静负全责 周静和严坤都系了安全带 气囊弹出 两个人都没有受伤 只是严坤昏迷了三个半小时 在医院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他们俩主动离开 大夫第一反映说 是不是脑袋创到哪儿的 做了死空证什么的 一些检查 发现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 又分学院家属 为什么会这样啊 周静说不知道 这个事事发两天之后 我问了大夫 大夫对这个事回忆得很清晰 因为大夫说这样事很少 我这个对他挺有印象 就是这女的明显外伤没有 但是是意识不清晰 还昆迷 然后第二天我想看看 到底啥情况 家属还走着 可以接走着 对于严坤的昏迷 当初周静的解释 是严坤的电线发作了 咱有点常识 是不是那电间要犯起来 顶多一两分钟 他电间犯病的时候 那种是什么那种 是缺氧的 你时间长了 人倒死亡了就 是不是 你不能说好 从事故现场 拉到医院 你还昏迷呢 你得不对了 而医生对于严坤的昏迷 并未给出过结论 原因是严坤夫妻的 不告而别 这是医生的推测 颅脑外伤 弥漫性肘索损伤 问号 原发性脑干损伤 问号 药物过量 问号 据我们给大夫询问之后 是大夫意见 我们不确定 是这个伤势 所以我们在后边 打了问号 警方终于能把 所有的证据 摆在周见的面前了 这个时候 我们看不到周近 在最初 见到交警时的 若无其事 也看不到他第一次 面对刑警的振振有词 配合一下 同案警要跟落手机给我 不是 我是配合 您现在电话 我没在这 这回他像挤牙膏一般的 慢慢地说出了 他计划的全盘 你现在动输是宠实吗 不宠实 你咋说的 说的是 说的是不想要 为啥要不想说 逃避高级情 逃避高级情 是咋的 那你现在为啥要 如实动输了 想明白了 因为啥我想明白了 那你把真实的情况 给我讲一下吗 什么时间的事啊 从不过去啊 笔录显示 2016年 周静因为经常旅游 就买过大额的人身意外伤害险 一直没出过事 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2017年 周静股票赔了300万 生意也做不好 没了收入来源 经常接到催债的电话 他萌生了 制造交通事故骗饱的念头 此后 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 周静又给妻子 多买了几份保险 也给自己买了几份 这样 颜坤就不会怀疑 后来周静从网上 买到了三座轮 按照卖家的介绍 三座轮起效快 劲儿大 能让吃药的人丢失记忆 这些正是周静需要的 他想 即使颜坤没死 他也记不起吃药之前 发生过什么 只是周静没有想到 那么粗的路灯杆 竟然是空心的 而他和颜坤都系了安全带 并未出什么大事 第一次没有得手 周静就一直在寻找 第二次机会 2018年1月27日 晚上 他骗颜坤 吃下了事先准备好的 所谓三座轮 颜坤迷迷糊糊地 躺坐在了车后排座上 并未系安全带 而周静自己则系好了安全带 把车开到了殡仪馆附近 漆黑的环道 他踩下油门 朝着墙 转了上去 时候周静从昏迷中醒来 他把事情败露 还曾专门让侄子去北京的家中 把保险单收起来 幸亏人算不如天算 颜坤的家人在他侄子之前到了 意外地就发现了那一箱子保险单 照片里的颜坤可以称得上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身材高挑还比周静小了六岁 很多人都认为看条件他配周静绰绰有余 他是周静的妻子 周静的女人 周静对他是哪里不满意呢 又为什么想让他死呢 犯罪嫌疑人周静 自始至终没有交代过 你发现疑点 那么你就必须查出真相 死者那个父亲母亲 岁数都非常大 他说康队我就想在我死之前 我能知道我闺女是怎么没的 2021年7月16日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以故意杀人罪 保险诈骗罪判处周静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周静不服判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订阅 周静悉 您想让你找到 我收起iant 기대 Leut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